说起中美之间的旅行 恐怕离不开飞机 按照如今大部分航空公司采用的航线 从美国起飞 大概要经过12到14小时的飞行时间 才可抵达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但就在刚刚举办的 范保罗国际航展上 一家专注于超音速科技研发的公司 将这条航线的飞行时间缩短了一半 美国两大航司现场下订单 将超音速国际旅行 直接落实到位 这家名为Boom Supersonic的飞机制造商 成立于2014年 总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的丹佛市 他们研发了一款型号为Overture的超音速科技 直接获得了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的青睐 上周宣布将订购20架用来运后的运营 其实美国航空公司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这之前 美国第三大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 早在去年就承诺购买15架Overture超音速飞机来编入自己的航队 那到底这款飞机有怎样的魅力 让这两大航司纷纷掏钱买单呢 其实所有的吸引力都来自于一个数据 那就是航速 卖家Boom公司表示Overture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7马赫 即每小时约1300英里的速度 换算过来就是1805.68公里每小时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拿现有主流客机来简单做个对比 目前普通的科技速度通常保持在800到900多公里每小时 A20系列的速度为828千米每小时 而波音系列的速度为900公里每小时 这么一看大家不难发现 Overture超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 大约是目前普通喷气式科技的近两倍 这也就意味着 走同样的航线 航行时间将直接减半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Overture超音速飞机可载客68到80人 最大飞行距离超过8000公里 正在设计中的Overture将100%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或混合燃料 以及佩戴自动降噪系统 除此之外 上个月Boom公司还宣布将大改飞机的设计 将其在制造和维护方面更简单更省钱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将三个发动机 包括尾部的一个不同类型的发动机 改为三角翼下的四个相同的发动机 该设计是在范保罗国际航展上公布的 Boom将其描述为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超音速科技 也正是这样的改动 引来了诸如美国航空这样的大客户 目前按道计划将于2025年 从北凯罗达瓦州的Boom's Greensboro工厂中推出 随后在2026年进行试飞 如果试飞测试一切顺利 将于2029年投入商用 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Mike Miller向媒体表示 首批20架飞机的押金是不可退的 并且他们还会试后续情况 或将再订购40架 对于各大商业航空公司来说 运营效率的提升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而Overture超音速飞机正好符合他们的需求 大大缩短的飞行时间 我们拿几个北美出发的任文航线来说 从纽约前往伦敦的航班 可以从7小时缩短至3.5小时 而从西雅图飞往东京的航班 也将从10个小时减压到5个小时 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的11个小时的航程 也将直接减半变为5.5小时 当然飞行时间的减半不代表票价也会减半 相反可能乘客还要为节省出他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金钱 由于超音速飞行成本的高昂 从纽约到伦敦的往返机票大约为12000美元 BOM公司首席执行官Blake Shaw坚持认为 该公司的超音速飞机将有所不同 机票价格将会降至约4000至5000美元 Shaw还告诉路透社 Overture将给一些航线带来很大的提速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也是能从中获利的 毕竟每年也有数千万乘客乘坐商用操 不少人能够接受这个价格 而上文提到的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 也用现在讨论票价还为时过早 因为这架飞机预计要到2029年 才会搭载第一批乘客为由 来回避这个唯一让人不那么愉悦的问题 除了票价之外 航行安全自然也是乘客最关心的话题 说起超音速飞机的商业运行 其实早先英国航空公司早有尝试 1969年由法国宇航和英国飞机公司 联合研制的中程超音速协和飞机 首次起飞 七年后正式投入运营 执行从伦敦西斯路机场和法国航空巴黎 戴高乐国际机场 往返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 跨大西洋定期航线 飞机能够在18000米的高空 以2.02倍音速巡航 从巴黎飞到纽约只需约3小时20分钟 比普通民航客机节省超过一半时间 所以虽然票价昂贵 但仍然深受商务旅客的欢迎 1996年2月7号 协和飞机从伦敦飞抵纽约 仅耗时2小时52分59秒 创下了航班飞行的最快纪录 但好景不长 2000年 协和飞机发生了其运营生涯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灾难性事故 7月25号 法国航空一架原定由法国巴黎飞往美国纽约的协和飞机 起飞后着火不久坠毁于巴黎市郊的葛内斯 空难造成机上100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并造成地面四人死亡及一人受伤 最终 宁法商业超音速飞行的时代在2003年结束 由法国航空和英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协和飞机 在服役27年后退役 这一次Overture超音速科技的回归 大多数网友对于现如今的技术更加信任 相信只要票价定得合理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商业前景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